嘿,大家好,我是阿棠,棠哥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這個Carrilla T終於發表了 台灣寶石姐在第一時間提供這個配置器 那我們來一起看看 如果是我的話,我怎麼去選這個 那首先我會把背景去掉 那因為我喜歡這個比較復古的元素的話 我會從這個輪圈去下手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是Carrilla Exclusive Design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輪圈五爪的 然後是銀色的,它口氣的部分它是不能選 那顏色的話呢,當然就是我的夢想色 PTS 588000 那我們來選一下非金屬色系的黃色 我喜歡這個Signal Yellow訊號黃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哎呀,整台車就變得非常有精神了 那一樣的是輪圈 Carrilla Exclusive Design 不能選烤漆 然後呢,內裝我們就先略過 因為我喜歡有顏色的 那黃色的話,搭配它只能選這個綠色車縫線 還是這個 板顏灰色對比 Sled Grey 兩個都不太喜歡 但是重點是,銅椅不能選喔 這邊銅椅只能選18項 好,那再來外觀配件 是我最喜歡的這個Sport Design 的這個錢包桿 那我們來看一下Sport Design錢包桿 有沒有變有精神了 然後再來Sport造型的這個側裙 這邊有看到,就變黃色的 那後面它已經有配了跑牌了 所以我沒有去選整個這個Sport Design外觀 你如果全選的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全選 Sport Design外觀 可是我覺得有點太現代了 我想保留一點復古的風味 所以我就是錢包桿 還有車裙用Sport Design 這樣有沒有覺得整台車又復古又有造型呢 那Corella T有一個很重要的內裝配置 它有一個把這個後座選上去加林圓 是在哪裡? 我們來找一下 後座驅動 來驅動七速手牌 唯一選擇加入後座 在這裡 個人化選用配備 後座把它加上去 這個就是我覺得 復古又現代又手牌的一台Corella T 那當然其他的安全帶 什麼儀表這些個人喜好的 大家就可以自己選一下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總金額會是多少呢? 再輸出了 再輸出了 這樣子整個選配下來 是七百九十萬零九千一百元 好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Corella T with Signal Yellow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